这次非常荣幸能够唱到这首歌 然后在一个这么重要的日子去播放 是值得去夜的一件事 生圣不惜港月季将迎来整季节目的最盛大的时刻 与我共此时的下半场 为香港回归25周年奉献盛大的庆典 用歌声做勤俭 以时光为油戳 静歌金曲冲刺夜即将开启 在世间自由心比此上更高 但内心找不到被迷雄 让我们进入第十一期歌曲的前瞻介绍 一 失恋阵性联盟 刘希军 曾比特 严明熙 失恋阵线联盟是曹蒙组合演唱的一首歌曲 该歌曲是电视剧《家有先妻》的主题曲 2015年被电影《我的少女时代》作为片尾曲 我想节目组选这首歌的意思 是想表达当代香港年轻人的活泼开朗的一面吧 还有我觉得 《失恋阵线联盟》的泰文原版既好玩又搞笑 个人喜爱肯定是粤语版的失恋多一些了 二 可惜我是水瓶座 杨谦话 毛不易 尤其明知水瓶座最爱 是罗伦 尽到吹你啊 你去 有绝情 我都赶我自己出去 可惜我是水瓶座 是由杨谦话演唱的一首粤语歌曲 该歌曲获得第26届香港十大中文金曲奖 及2003年度十大静歌金曲奖 香港音乐人黄伟文与杨谦话交情深厚 可惜我是水瓶座 是他为杨谦话量身打造的情歌 杨谦话与郑中鸡分手之后 他坦言很不开心 总是约朋友喝酒 黄伟文表示 当时杨谦话收工之后 走进黄伟文喝酒的夜店 连续点了八杯长岛冰茶 而黄伟文也没问 那个令他落泪的人是谁 就静静地陪杨谦话喝 该曲当中的一句 要是回去没有止痛药水 该拿长岛冰茶换我半晚安睡 就是杨谦话的亲身经历 可惜我是水瓶座 把共鸣式的唱腔发挥到极致 这也是属于谦话自己独特的风格 该曲是属于略带忧伤情调的柔美歌曲 虽然不需要太高的技巧 却需要杨谦话那种 不是特别亮丽和清澈 却听起来觉得心灵很贴近的 林家女孩声线来演绎 让人很快地沉浸到歌曲的氛围中 三千一个夜晚 林子祥 单一纯 千一个夜晚 是林子祥原唱的一首粤语歌曲 在林子祥众多翻唱欧美的歌曲中 这首歌曲应该算是他这方面的标志性作品 歌迷公认的完全超越原创的代表作之一 同时也是本人相当喜爱的一首歌 林子祥的音域非常的宽 是很少见的中低高音都擅长的歌手 在技巧和风格上 不管是深情柔美 还是豪迈激昂的歌曲 都可以完美演绎 这需要除了强大的气息的支撑 超强爆发力和持久力 再加上独特的演绎 使其演唱的每一首歌曲 几乎堪称经典 四 潇洒走一回 叶倩文 《潇洒走一回》是一首节奏偏快的作品 但在现代化的韵律中 又融入了一些中国传统古典音乐元素 从而有了一种极其古装剧的效果 在当时流行乐坛一片夕阳化的环境下 以民族的亲和力吸引了无数人们的视线 半文半白的歌词呈现出一种朴素的人身哲理 通俗流畅的旋律 让其成为当年金曲 而歌词 与90年代经济大潮下的民众思维启合 更逐渐变成了一句口头禅和流行语 叶倩文潇洒大气 刚柔并济的声线 唱进了听众的心里 也唱出了自己的个性 这首歌在90年代传唱甚广 甚至在一定程度上 成为当时的叶倩文的另一个代名词 五 醒醒 周比唱 安琪 歌曲《醒醒》由林毅连演唱 是一首揭情励志 扣人心弦的国语禁歌 1992年入选香港电台 中国歌曲《龙虎榜》第一位 1992年获得禁歌台《劲爆榜》第一位 唱片中林毅连以一身黑色素装 劲爆的舞姿 宜人的眼神 绚丽的舞台 闪电版的舞素 动作刚柔间接 表情一意到位 令人叹为观止 六 雨夜的浪漫 加护花使者 李健 李克勤 魔动闪霸 《雨夜的浪漫》 是谭永林于1985年发表于专辑 《爱情陷阱》中的一首经典名曲 此歌是该专辑的最后一首歌 《雨夜的浪漫》 这首歌从歌词上来看 寓意深刻 唱起来用情至深 不太容易演唱得好 《护花使者》是李克勤演唱的一首粤语歌曲 由长谷川吉平作曲 潘伟原填词 苏德华编曲 摄录于李克勤1991年6月9号 由环球唱片发行的粤语专辑 《雨中街头剧》中 这首歌复古风格 节奏轻快 律动鲜明 缠绵辗转 容易使观众沉醉曲中 7.朋友 林晓峰 马赛克 《朋友》是谭永林演唱的一首粤语歌曲 该曲是电影《龙胸虎地》的插曲 这首歌是日本作曲家秦泽广明专门为谭永林创作的一首歌 《朋友》这首歌寄托着谭永林 对温暖无虎以及圈内外好友的那种共患难 不离不弃 携手共进的感恩之情 也是非常切合这次节目 评歌介意表达香港精神的主题 8.爱的根源 李文 爱的根源可以说是香港乐坛最经典的一张专辑 这是一张具有画时代意义的专辑 以它为标志 香港乐坛进入了以谭章梅为代表的黄金时代 最后和大家一起坐等7月3号生生不息第11期的播出 预祝大家观眼愉快